口口声称说这是一场代理人的战争 那为何战斗民族非要亲自下场贴身肉搏呢 本来手上那把达摩克里斯之剑 只要不落地 那就一直是武林盟主东方不败 结果呢 非要亲自下场比划两下 谁成下就成了白娘子喝熊黄酒 现了原形 大家好 今天是俄乌冲突第356天 再有10天呢 这战斗民族的闪电站就整整闪了一年 从一开始让美国房东眉飞色舞的闪电站 乌坎没有盟友他没加入北约有盟友吗 没加入欧盟有盟友吗 所以美欧国家没有替他出兵党俄罗斯的义务 而且就算你出兵你挡得住俄罗斯的兵吗 尤其是在陆军坦克一眼看不到边的那种长蛇坦克镇上边 今天请问包括美国在内哪个国家 你能够劳师远征挡得住这个俄罗斯军队 俄罗斯的军队两天就到基辅边上了 后来美国房东又说要讲道理 乌克兰的这场特殊的军事行动 普京的是事先铺平电吻的 所以这个军事行动开始就相当于说相声 铺平的电吻然后一拉 包袱响了 所以打响这个战斗 那就是直取对方 一定受到全体俄罗斯人民的热力欢迎 因为普京已经把文章的全部都做足了 并且呢两个演讲长篇演讲 把道理讲的非常充分 再后来就是大家看到的二战模式 大炮对空的肉搏战 我记得还是去年夏天的时候吧 咱们就聊过 傻子都能看得出来 这打的是经济 打的是外交 打的是综合国力 就哪怕背后这些错综复杂的综合因素 都不考虑 单讲军事实力 那经此一役 这原来的世界老二 也已经成了寂寞的传说 这一年下来都能看明白 战斗民族的打法 是依靠大量的炮火覆盖的二战模式 和西方的现代化信息化作战模式相比 那不光是武器的距离 而是在版本上就存在着待机差异 空军是依靠没有精确制导的火箭弹 和航空炸弹来对地支援 至今都无法取得全面的制空权 而陆军从T90 T80再到T72 各式各样的主战坦克 账面上虽然数量很多 但关键是缺乏新式装备 在面对西方援助的反坦克导弹 和精确制导炮弹 只有招架之功是没有还手之力 连上个世纪60年代的T62都开赴前线了 可想而知这战损有多大 最让人上头的是情报能力 毕竟这战场是波绝云轨 瞬息万变 本来导弹的命中率就不高 还缺乏像星链这类的侦查卫星 光靠余泽城市的飞鸽传输或者电台密码 它怎么能捕捉到对手的最新情报呢 所以之前所谓的下饺子的狂轰烂炸 它要么是击中早已人去楼空的营地 要么就是针对坐标清晰无法移动的民用设施 当然昨天咱们也聊了 这新年一过战斗民族第六次临阵换帅 把末日将军苏洛维京换成了现在的孝美虎格拉西莫夫 开始了大规模的反扑 反复数次的人海战术 终于是拿下了严惩小矿苏勒达尔 并在巴赫姆特与乌军死磕 而且据乌克兰方面透露 俄军有1800辆坦克 4000辆装甲车 400架战机 300架直升机 2700门火炮 210门多管火箭炮 预计将在10天之内整装到位 客观上说战斗民族接下来这一波新的攻势 依靠着人数和炮火数量上的优势 可能会取得一些进展 但这样的快速消耗模式 一来很难维持 二来美国的M1 德国的鲍2 等西方军援的一系列的进攻性武器 第一批将于3月中旬开复前线 那这战斗民族仅有的各把月的窗口期一过 那接下来要面对的 就是乌克兰重新武装之后的全面反攻 接下来的欧乌战况 几乎可以肯定会超乎想象的惨烈 那么问题来了 面对乌克兰如此顽强的抵抗 和如此英勇的反攻 战斗民族难道之前就没有预料 或者没有预案吗 如果没有 那只能说明 图样图森魄太傻太天真 如果有 那为什么不一葫芦画瓢 也找个代理人呢 是战斗民族不想 还是代理人不干呢 您觉得呢 我是定风波 下回再问 接着说